今日有两座观音调求 其中为在南山和乡山丽高阶的观音调求 顺海这岁年一直都没征销 连接当地观音报道也差不多是完全顺海 变成民众软弹本色的搜寻 另外一座 在地面的风景区的观音报道调求 逅到一间破顺有安全上的考虑 台湾希望政府会当时观音来征销 也加强管理几乎 批兵欧万台钓球 小孩帮到去掂桌室 郭彩华晓 没有铁 没有铁铁铁铁 如果有呢 小孩他肯定会好动 他可能掉下去了 观音婆婆钓球 叫头让蜂已经离开 到钓球中大 让蜂竞是只存一半 不让光年大大间隔 有UK感觉危险 却也有UK人为没有什么问题 不怎么安全 对小孩来说 因为那个风气太大了 小孩子你一不留神 他可能会觉得好奇心 他会往下面看 我是觉得安全啦 因为都那么久了 有的桥都好几十年了 都没有问题 然后外大面吊桥我也走过啊 有没有觉得怎么样 跨越梅西的这个吊桥呢 那目前仍在使用 有关于维护情形 我们会来请公所 来加强这个巡视以为安全 现在这个草都比吊桥的那个桥柱还高了 同样叫做团阴钓球 南川跟县城交界 看见南港客的钓球 不但钓球另外一头 叫民族完全变形聚起来 连着钓球的报道也早就丰富顺海 加上这个地方少人出入 变成民众乱丹本属的天堂 地方虽然希望收获钓球 但管府和中央的态度 确实就会将钓球贴毒 前年因为封灾的受损 那我们报灾损之后 那香港人会看 因为有重复自灾 它边坡还是会有滑落的潜在风险 所以就建议不修复 那目前我们已经把它全部都封锁 那为了维护当地的警官 那我们会在会同工所前往 那我们勘察之后会严厉来拆除 关键我没有把他拆掉 非常可惜啦 古早人要没有他怯球的时候 他们是扣黑在做他们的交通要道 那不过买了 有做按摩托球之后 那班球就退化来做官商用的 官商用但是在我们乡船里那的人 这次五十岁六十岁的人 可以说很坏的年 那班就是以前 我以前对我要借车 很重要的这个球 出身南川 董地保理定民代表会 副主席范英会表示 调球原本是 地方既待发展 休兴观光的主管 加上董地基民 对调球有很深的感情 希望官府可以重新拷路 将调球收获 当时好生为何管理 这是地方的福气 基家翁交信 彩虹博德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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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